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亮点应该是在哪些范围之内了 这位应该说是坐在我们最外侧的 他是资深媒体人高飞 他的身份还不足以破解我们今天要说什么这个话题 那么一谈到他 您可能就知道了 这位是航空知识的主编王亚南先生 他一来就说明我们今天谈的都是飞机了 航空知识这本杂志实在是太好了 我从小就看 现在的杂志越来越好 也越来越贵 但是内容是越来越精彩 免费替您捧一捧 是为了希望您能够说出让我们感到很多很震惊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 也待会希望您在不破坏相关保密条例的情况之下 能够多给我们透露一些内容 好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2013年我们国家的一些航空领域当中的亮点 中国空军的装备领域呢 这种新型格斗导弹 按照惯例 经过中国试分研究院试飞后 这种战机即进入试生产阶段 有着第四代技术特点的隐身的战斗机 先进战斗机 中国歼20其实出现的时候 当时也是机缘巧合 当时有很多的粉丝围观在成都的试飞场 那么相当于是进行了一次草根级的现场直播 而且当时不少朋友都管它叫黑司 对 因为邪因四代 这个飞机实际上最大的看点 其实不在于说它有多新锐的外形 而是我觉得它更大的意义是在于中国在世界航空主战装备的舞台上 在大格局从第三代迈向第四代的进程中 中国通过这样一个新型的装备向世界宣布 我们没有落伍 我们依然在紧盯着装备格型的最前沿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摆脱了苏式飞机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再不是米格系列以及苏系列了 完全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系列 否则的话按照以前的一些标准来看 我们似乎永远是在用别人的东西 用别人已经成功了的东西来进行我们自己的装备 因为在我看来 俄罗斯对中国是非第四代战斗机是反应最强烈的 因为俄罗斯的标准 C20应该是第五代战斗机 但是双方仅从空气动力学外形来看 中国比俄罗斯还走在前列 因为它的T50的外形基本上就是几何化了的苏27 它大量的延续了苏27整个家族的技术 甚至说是苏35的技术 可以说它甚至是一种4++战战斗机 而咱们的歼20从外形上来看 完全具备了西方标准第四代和俄方标准第五代的技术特征 对于歼20由中国自己研制出来 肯定这对西方是一件破天荒的事 因为西方有个飞机设计是一句名言 外形好的飞机就是好飞机 外形厉害的飞机肯定是厉害的飞机 这对西方的震撼和冲击肯定是不得了的 中国航空人从此肯定在世界航空界的话语权会得到提升 而且我记得在后期的一些图片当中 我们看到它打开弹仓的一些图片 而且打开弹仓我们明显能够看到 打开的边缘特殊的一些几何形状 这个也是符合隐身特点的 对 对于这些开放的口盖 包括弹仓在内 那么它便设计成锯齿型 那么有助于让雷达波发生像其他方向来散射 不会让雷达波大量的返回到发射源去 降低它被探测到的概率 这是一个特点 其实歼20还有个特点 它的武器在探出之后 挂架伸出之后 口盖可以关上 对 这个再跟F22是不一样的 F22当响尾蛇探出之后 口盖只能张着 然后让导弹去导引头去启动寻找目标 但是咱们的歼20设计的 我觉得比它还考虑的更新颖 比如目前T50在试飞过程中 已经有多架原型机了 但是它的弹仓一直不敢打开 这就是问题 试飞了这么多的架次 莫斯科航展上进行疯狂的表演 为什么不表演表演弹仓 对于飞机来讲 挂弹是最重要的 俄罗斯在这方面反而隐隐绰绰 不如中国人自信 说明它这个弹仓里面是不是真有弹 还值得疑问 因为苏联人最爱搞这种游戏了 那么歼20它到底是作为一种裂装式的武器 已经准备定型 还是说只是一个科研的阶段 目前似乎也没有一个完全的特别明了的态度 但是在歼20出现之后不久 我们国家的另一个飞机制造企业马上就推出来了另一款飞机 我们一般称它为粽子机 那么据说现在网上给它的代号叫做歼3-1 2012年10月31日上午10时32分 歼3-1成功首飞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同时试飞两种四代机原型机的国家 2013年1月25月 歼3-1高调进行第二次试飞 进入2013年下半年歼3-1五英试飞频率明显增加 仅8月份就进行了三次试飞 歼3要给人普通人的印象更像是增加了一台发动机的F35 对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印象 对 但实际上两种飞机的设计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是基于动力系统的不一样 因为中国可以说没有F35采用的这种单台高功率的发动机 那么我们只能是用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术手段 用我们现有的发动机来结合两台 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动力核心 以这个动力为核心 那么你的整体设计势必要屈从于整个的你的动力结构 实际上这两个飞机还是有很多细微的差别的 包括起流架的高度 弹舱的结构 以及机翼的平面的形状实际上有差异 但是不排除我们其实借鉴过西方的主流设计 因为作为新一代的战斗机 而且我相信歼31可能还是想做到一个低成本的通用型战斗机这样一个考虑 那么你必须要采用一些大众化的设计 我估计有这样一点考虑了 有人说歼20与歼31的搭配就有点类似于当年苏27配米29 对 在我看来出现了歼31之后 对于中国军用飞机市场的开拓将是决定性的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自从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一直在大量的倾销米格29 尤其是二手的米格29 现在米格29成了东方国家 比如说和美国关系不好国家的标准配置 米格29目前都处在超期服役状态 一旦歼31出现 那对世界军用飞机的格局是颠覆性的 俄罗斯的米格35或者说它新的米格29K 所以根本无法和歼31相提拼的 它落后了至少半代甚至一代 价格还不便宜 但关键就在于我觉得这两款飞机的出现给我们的感觉 虽然是眼前一亮 但是似乎又很突然 就感觉我们突然从一个技术相对不是很强大的条件之下 突然要能够与F22 F35来争辉了 这让人觉得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再加上谁都知道 不用多说 航空发动机这是我们最大的一块短板 我们现在的发动机能满足他们俩的实际使用吗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确实长期以来有很大的缺项在这里面 但是最近十年来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但这个成绩的取得其实基于一个认识的改变 过去我们的发动机是跟着型号走 型号上马发动机立项 但是反观世界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潮流 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周期要比飞机本身长得多 你可能设计一个新型号的飞机10年 但是一款新型航空发动机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 像F15 F100发动机这一代就发展了将近30年 换句话说绝世武功不是一天练成的 如果想当侠客手再去练武功 什么都晚了 现在换起来10年以内 那么中国其实已经改变了发动机的这种研制格局 那么对发动机实行这种立项预言的方式 这样就让你的发动机的基础技术开始逐渐的丰满起来 到今天为止 虽然中国的新型发动机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列装 目前也没有这样的报道 但是我们其实在业内已经听到一些小的消息 就是说中国的发动机已经在一些关键的技术指标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那么这个来讲对很多关注中国航空动机的人都是绝大的利好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前面一直提的 给我们感觉这个质的变化太突然了 根本没有想法 我觉得中国一句老话叫卧心肠胆 十年升聚 十年教训 因为军用飞机的研制不是一年之功 但是中国突然出现了 这种军用飞机的爆炸式的井喷 肯定是前期长期的积累的结果 而且也跟咱们国家改革开放 吸收西方和东方的各种各样的先进技术有关 那么其实今年在我们国家的飞机研究领域 不仅仅有歼20歼3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运20 2013年1月26日下午14时许 我国首款自主战略重型运输机运20 在跑道上加速后一跃而起成功起飞 运20代号坤鹏由西飞集团主要研制 以66吨的最高带重量 提升全球十大运里最强运输机之列 运20的成功首飞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的一次重大突破 中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型运输机 是中国空军建设战略空军的一座里程碑 对于现在我们国家无论是我们的战略纵深而言 还是我们的国际贸易线而言 我们都太需要能够及时的给我们的远洋船队也好 给我们的经济记利益所指的地区能够及时的投送兵力实施保护 那么在以往我们没有大型的运输机 1276勉强堪用 我们自己又无法制造出来比较大型的运输机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运20真的是横空出世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看 即使抛开运20它的未来在军事上的价值来讲 其实作为一个国家力量的投送工具 那么中国需要有这么一款大型的航空品牌 我们知道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在99年中国的驻南联盟大使馆招受空袭的时候 当时运送许心虎猎是遗体回来的还是美国飞机 我补充一下 当时99年科索沃危机的时候 俄罗斯的空降兵部队突然出现在科索沃 因为他们当时1276比较多 而且俄罗斯对于这种大型运输机的出口其实是有限制的 1276可以出口 它按124的出口 它只租给你用 还是作为民用飞机租给你 所以对于中国出现的运20来讲 中国可以独立自主的开发接近于美国C17环球霸王一类的战略运输机 这其中的战略价值绝不仅仅是我们想到的要保护中国的利益线和生命线 它对于中国整体的航空工业的实力 尤其像美国来讲 美国是先发展出了C135系列飞机 尤其是它的B47系列 然后才出现了波音707和747系列 对于中国的民用飞机 民用大客机大飞机来讲 肯定也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我感觉听您二位一说 就似乎是我们的航空工业走了一条跟别人反着的道路 我们现在在80年代初的时候 运石突然出现 虽然说是当年我们国家推出了一款大客机 但是非常可惜 出于种种原因 这个项目下马了 如果它没有下马 我们今天也许很多问题不会这么谈 其实运石应该说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运石确实是以民用作为先导方向 但这样一来其实带来一个问题 因为民航系统是一个最关乎经济性 可靠性和安全性的结构系统 如果你有一种新型的飞机 没有经过充分的验证 而它的经济性也不让人乐观的话 很可能遭到民航运出系统的敌制 像我看来运石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传奇 因为运石它的技术来源 是一架巴基斯坦的波音707客机 在印巴战争的时候 这架飞机是强行起飞 迫降在中国境内 然后中国是对这架飞机进行了图纸测绘 也就是意向仿制 可以这么说 很多关键部件 很多关键部件 接近了波音707的设计 而且这种设计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 在上海需要一种大飞机的这种项目 当时准备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专机 一开始立项的 它和今天的我们的运20 它的立项的基础和技术积累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目前有一些报刊媒体说 当时空客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研制的 但是双方的技术基础不一样 中国的技术基础是测绘仿制 但是当时欧洲已经搞出了协和号 两倍音速的客机 它要搞出轰炸机 那该多厉害 其实欧洲的技术实力当时还是高于我们 当时的欧洲实际上也是强强合作 强强合作 如果与空客进行攀比我们的起步时间 我觉得这个不够客观 也不够冷静 既然我们前面提到了1276 据说在2013年1276也要有新的大的变化 2013年7月 俄罗斯公开展示了其最新型 12476运输机的最新进展情况 12476运输机是前苏联一流深设计局研制的 中远程重型运输机 它是1276MB运输机的最新改进型号 是现有1276运输机的有限升级版本 巡航速度增加到每小时825千里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10吨 再重60吨 在2013年的时候 1276进行了更新换代 号称是12476 这是俄罗斯历来出口时候的游戏 换一个新型号 旧瓶装新酒 换了PS90 辛勤涡扇发动机 米妖7和米妖7O 没错 就是这种故事 特切尔和特90 这种老戏法 北极熊的老瓦戏又演了一遍 对于俄罗斯来讲 运20的出现是他1276家族最大的敌手 而且运20一旦试航取证工作全部完成 符合了西方的试航标准 会把整个1276家族挤出大型运输机市场 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彻底的噩梦 俄罗斯现在升级12476也是非常的紧急和迫切 而且俄罗斯在升级12476的过程中 也面临了很多不得已 他开发自己的动力装置 是因为西方也在对他的动力装置进行禁运 俄罗斯的底子还是挺厚的 那是 经过改装PS90现在的发动机 据说能最大降到耗油率降低17% 而且寿命大大提高 推力提高到14.5吨 还是很不错的 就换了这么颗心 加上航电做了改进 机体适当的延长 延长了三米 这个飞机就好像新酒装的还蛮漂亮 确实还是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重视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国家是传统进口 这个素质装备 对 这样对于这些国家 这个装备 而且又他们比较熟悉 对 人员培训 后勤补给 平时的勤务 这对他们来说 当然是越少投入越好 这就是好事 但是12476其实有一个 跟中国运药连相比 它有一个潜在的平静的地方 就是这个飞机现在没法运载主战坦克 它货舱有点窄 对 但是中国在设计运20的时候 给予的通用性的考虑更强 对 主要是印度的航空工业 底子有问题 印度的航空工业 长期来讲 走的是一条授权仿制生产的道路 它同时引进西方的 比如美洲湖 它也引进苏联的 比如米格27 米格29 但它进行的都是低层次的组装生产 真正的国产化率很低 而且它近年来一直号称 我们的国产化又取得了提高 比如它的苏30MKI项目 号称我可以生产到的发动机雷达 但是你发动机的原料你生产不了 发动机的核心工艺 核心的批料你掌握不了 实际上主动权还掌握在俄罗斯军火商的手机 还是组装 还是组装 只不过它组装的更多了 组装的活就不是总装了 就是说每一个分布件我都可以让你组装一下 但是至于每一个元器件怎么造出来 师傅还是不交给土 而且在LCA的研制过程中 印度也是贪大求全 它又想把它搞成空军的战斗机 又想把它搞成海军的舰载机 它的在动力系统上 印度积累就更差了 目前来看还要引进美国的发动机 甚至最可笑的是 LCA战斗机没有进行净力实验 居然不进行净力实验就列装部队 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的天 它也不怕直接飞着飞着就解体 现在目前计算机模拟净力实验倒是比较准确 但是一般作为实际来讲 装备部队这是个严肃的事 一般都还会做这种破坏性的净力实验 其实印度应该说给我的感觉 LCA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印度的局部的很大 雄心很大 但是基础太差 但是似乎又没有决心把这功课做足 其实我的感觉像它跟中国差点相反 中国现在在国防装备的发展道路上 我们是只有一条路就靠自己 因为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你真正买一些先进无限 人家不给你 它还不卖给你 印度其实总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犹豫再是自主研制 还是从别家买一点 因为它能买得到 其实印度真说要买 买一些某单项技术 它可以买得到 甚至发动机整机 通用电器也卖得上了 最后结果就是它的卡弗里发动机搞了30年 现在是半死不活 然后首批装备部队的20架装的全是F404 然后美国说了 没关系 后续我给你更先进的F414 后续就准备用F414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人是不是还能够坚持 把它的国产发动机搞下去 现在已经成了印度国内批评声音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而且他们似乎是在武器上 永远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阿穷坦克 也是搞了这么多年 现在俄罗斯都要推出舰队坦克了 它还是阿雄 而且还有那么多问题 没有解决 当然你要说它的烈火系列的导弹确实玩得不错 而且它跟俄罗斯合作的那款导弹也确实是新的布拉莫斯 布拉莫斯有相当特点的 这一点我们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另外它对航空母舰这种舰种的使用和多兵种的联合上可能比我们的经验也要更加多一些 问题是可能跟我们一开始面临的一些困难也都是相似的 相对而言官方工业较为落后 那么起步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点点追赶确实很存在困难 但是它跟我们比可能就像您说的诱惑太多了 这个诱惑一多把自己的心就定不下来了 一定不下来就容易出我到底是买呢 我还是自己造呢 处在这种比较难的境地 但是你说印度的宇航业也很有特点 比如说在我们进行了嫦娥的发射之后 印度就推出了自己的火星计划 并且也发射出去了自己的火星探测器 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比较正常 因为印度的国防工业在我看来 它有一个独特的政治优势 因为印度在二战以后一直号称是不结盟运动先驱 它一直号称自己是个和平国家 但是总和巴基斯坦打仗 但是它又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 后来又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在冷战结束以后 它又同时得到东西方的支持 这是印度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 也是它的一个后发优势 对它的后发优势 咱们不能轻视 但是印度的缺点和问题一直是明摆着的 它同时来讲 开发两套装备体系的军用飞机 这在其他国家来看是不可思议的 你像它装备有幻影2000 它同时引进米格29 它装备米格27 又同时引进米洲虎 这种平行式的装备把经费进行平摊 等于实际上把拳头张开 但是印度空军曾经说过 我这个其实有好处 比如苏联盟友抛弃了我 我西方装备也能使用 比如西方盟友抛弃了我 苏式装备也能使用 但是这种实际上还是一种寄人篱下的心态 好吧 甭管怎么说 在2013的航空领域当中还有诸多的看点 今天的时间有限 不能够为您一一指出了 今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跟大家共同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好 非常感谢两位的到来 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